3月21日行會通過港鐵可加可減新機制,加入與港鐵物業利潤掛勾的因素, 即港鐵的盈利能力將與票價增幅形成反比,當港鐵盈利越多票價增幅就會越小。 較之前原本的利用分享機制,新機制向此令港鐵票價與港鐵經營狀況掛勾而顯得合理。 但實際上經過這一系列大費周章的操作後,最終只僅僅壓低了0.2%的加幅, 而且必須在港鐵物業盈利達到100億元以上才可以實現,可以說是微乎其微。 值得一提的是,港鐵對於新加價機制似乎頗為滿意, 有消息指港鐵公司甚至無需召開股東大會通過, 亦從側面反映出今次利益的天併到底偏向哪一方。 自2015年開始,港鐵已成為全球最賺錢的地鐵公司, 亦是全球唯一一家可以穩定盈利的地鐵公司。 近年來港鐵充分發揮香港背後祖國,面向世界的地理優勢。 在內地及海外拓展商業版圖,去年在內地及國際鐵路, 物業租任及管理業務上的收入為260.16億元。 這個天文數字亦與今次0.2%的加價減幅形成鮮明對比。 港鐵是本港納稅大戶,政府為維持自身財政收入, 而想確保港鐵財務穩健無可厚非,但亦需要與民生取得平衡。 過去十年間港鐵加價七次,政府亦多次檢討加價機制, 而最終推出的新機制就依然偏向港鐵財團的利益, 實在難以令民眾埋單。 相信對大多數市民而言,港鐵加價並非不可接受, 但問題在於港鐵因為龐大流量、地理優勢而助收的魚翁之利, 是否有公平地回饋給社會呢?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 。